如果说神秘莫测的中微子是幽灵粒子 那它就是幽灵捕捉者 它领导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 测得了新的中微子震荡模式 而它也成为了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9月它荣获2019未来科学大奖 未来它或将牵头国内的大型对撞机项目 推动中国的高能物理学走向国际领先 让我们欢迎王怡芳教授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给大家谈一谈中微子 还有光点美政馆 还有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的 中微子呢 在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 从宇宙大爆炸到超新星 到我们身处的地球 我们附近的太阳 都是都有中微子的 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体也是中微子源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会发射出三亿四千万个中微子的 那么中微子呢在我们整个的物理学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12个最基本的例子当中 中微子占了其中的三种 所以说中微子是构成我们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单元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研究清楚 但是非常不幸呢 我们对中微子了解还是非常少的 我们到现在为止 甚至连中微子质量到底是多少 我们都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知道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的 那么中微子在宇宙当中呢 数量非常多 在整个宇宙当中 大约每立方厘米有300个 所以中微子如果有一点点质量的话 那么它对我们整个的宇宙的起源演化 对我们宇宙大结构的形成 都会起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实际上 这个我们整个的宇宙当中 在大爆炸的早期 它是非常均匀的 能够有一点点的 所谓的质量的这个密度的涨落 才能形成宇宙的大的结构 那宇宙大的结构形成以后呢 才会有我们的太阳 有我们的银河系 有我们的这个地球 也有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能否存在跟中微子质量 到底是多少 是非常有关系的 实际上如果中微子质量为零的话 这个世界上 这个宇宙里面 不会有一个 有密度涨落的一个结构 那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自然这个我们银河系 和我们在座各位 都不会存在的 那么中微子呢 是在1930年 由著名科学家Paul Li 提出来的 它是为了解决 在微观世界的 能量和动量不守恒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 能量动量不守恒 那么他就说 因为有中微子这种 基本无法探测的这个粒子 使得最后的这个 你看到的好像是不守恒 实际是它是守恒的 那么过了26年 我们真正在实验上 发现了这个中微子 所以这个发现者呢 这个得到了诺贝尔奖 1962年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其实不只有一种中微子 还有两种中微子 到了1958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两种中微子发现 之前呢 有一位科学家呢 就建议说 其实中微子跟反中微子 可以发生震荡 从一种中微子 变成另外一种中微子 当然有了两种中微子以后呢 大家改变了这个 修正了这个想法 那就说 电子中微子跟μ中微子 也可以发生震荡 那么过了40年 在1998年 这个日本的科学家 发现 在大气中微子当中 可以有这个中微子的震荡 所以这就是这个 非常著名的 这个日本的升纲实验呢 那么到了2002年的时候 这个加拿大的Snow实验呢 发现太阳中微子 也是可以震荡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前后的这个中微子震荡 也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那么到2002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 有两种中微子震荡 那么从物理上来说 三种中微子 它应该有三种震荡 所以当时的问题就是 我们另外一个 中微子震荡模式 我们把它叫做 SetaE3 那是不是存在 那从物理上来说 其实有很多的 所谓的对称性的希望 说这个SetaE3 也是可以为零的 那么我们作为物理学家 就希望知道 它到底是真的为零 还是不为零 那么我们在03年 提出实验 到2012年 得到了这个结果 结果告诉我们 中微子 真的是有这个 新的第三种震荡模式 它这个震荡不为零 那么在 大亚湾实验完成以后呢 我们在推动 一个新的实验 我们叫江门中微子实验 江门中微子实验 实际上是 我们在2008年 大亚湾实验完成之前 就提出来的 那么它是为了研究 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的 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 精确测量中微子的 震荡这个参数 研究这个 天体中微子 比如说超新性中微子 太阳中微子 地球中微子等等 同时我们也希望寻找 一种完全新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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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衰变 我们叫做双β衰变 那么这个双β衰变呢 是确定中微子 到底是 它自己本身 还是中微子跟反中微子 是不一样的粒子 所以这个是 在我们粒子物理学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研究目标的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 我们需要建设 一个大的一个探测器的 这个探测器 需要有 这个两万吨的液体闪烁体 我们刚才介绍大亚湾实验 里面的液体闪烁 就有二十吨 所以这里面差了 差不多将近一千倍的 那么这个 两万吨的探测器 比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探测器 还要大二十倍的 这个日本的 CAMLAND实验是 一千吨 我们是两万吨 同时呢 需要把探测器的 发光 要提高五倍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比过去来说 有个巨大的提高 另外呢 我们探测器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液体的 透明度 也要提高 差不多将近两倍的 那么 最后一个 非常重要的技术要求 就是我们探测光子的 一种 一种这个设备 叫做光电倍增管 那么它呢 需要把它的 探测的效率 要提高 这个两倍 跟过去 这个 这个 超级升纲的实验 获得的 日本冰松 冰松公司 生产的光电倍增管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探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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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要提高两倍的 所以 所有的这些 技术要求加起来 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 我们能不能做这个 或者实际上 是不是真的 有人能够做 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 在我们提出 这个方案的时候呢 国际上是有 很多怀疑的 认为这样的实验 是做不出来的 那我们回想一下 这样的一个实验 或者说 类似的一个实验 它的成功的因素 主要是什么 有很多很多因素的 但是我们认为呢 你的 关键技术的能力 实际上在所有因素当中 应该是 这个最重要的 除了这个 我们说 思想 设计 或者人员 合作 等等等等之外的 这个关键技术呢 需要长期的积累 并不是说 你想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所以 发展这个关键技术 积累这关键技术 在我们 粒子物理研究 或者是基础物理研究当中 其实起了一个 非常非常 核心关键的作用 那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大亚湾实验室 哪些关键技术 我们一个叫液体闪烁体 当时呢 国际上 类似的很多实验 或者在这之前的很多实验 都曾经有过失败 所以发展出自己的液体闪烁体 是我们 大亚湾实验 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的 一个技术要求 非常这个幸运 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 第二个核心关键技术 就是 我们叫光电被针管 那么光电被针管 当时呢 这个 我们是从日本冰松公司买的 买了大概 这个 两千多个的 所以在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时候 我们自然还是要问 这个问题 这些关键技术 我们到底有还是没有的 那么第一个液体闪烁体 因为我们有了过去 大亚湾实验的基础 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光电被针管 那么第一呢 就是如果你从冰松去买的话 它的指标差两倍 不够 第二个 这个价钱是我们不能承受的 大概也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价格的两倍以上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实验要想成功的话 一个核心关键的 一个问题就是要 自己发展 光电被针管 实际上你回想起来 光电被针管的发展历史的话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光电被针管实际上 就把我们看到的光子 要转换成电子 然后再把电子放大 差不多十的七次防备的 那么这种设备呢 实际上是在 这个四十年代就发展出来的 那么它这个 在被这个广泛的应用于 这个医学 这个还有这个核的研究 和这个空间科学方面 那中国当时呢 有两个工厂 这个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生产这个光电被针管 但是非常可惜 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在市场经济大刹当中 他们都失去了竞争力 所以最后都关门了 所以中国应该说 生产五寸以上的 光电被针管能力 是完全没有的 那么日本的冰松公司呢 是在八十年代 其实日本冰松公司 这个也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开始建立 跟我们刚时 中国的生产光电被针管的工厂 几乎是同时起步的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发明了一种 新的光电被针管 叫二十寸的光电被针管 那么这个光电被针管实际上 引领了整个光电被针管技术的潮流 使得日本冰松公司 成为世界上最好的 这个光电被针管的生产企业 那么二十寸的光电被针管 实际上也是日本的 这个神钢和超级神钢 两个实验的 最核心最关键的成功因素 那么这两个实验呢 分别得了2002年和2015年的诺贝尔奖 这位抱着这个光电被针管呢 就是日本的小财 他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奖 那么正是在他的推动下 这个二十寸的光电被针管 在日本发展起来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能够在中国发展出 全新的二十寸的 这个光电被针管 而实际上在 这个整个的高能物理的 这个研究这个领域的话 很多人都非常希望发展 全新的光电被针管 特别是提高它的探测效率 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例子的 应该说一直到2010年 我们准备开始这个实验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成功的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 全新的技术方案 采用一种所谓的这个微通道板 来代替一般光电被针管当中 用的这个电子放大 通过这个技术呢 我们可以提高这个光探测效率的 那么我们第一次呢 找了一家这个研究单位的研究所 那么应该说过了三年以后 我们这个探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实验应该说是完全失败的 做出来的管子 没有达到要求的 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找了另外一家企业 叫做这个北方 夜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那这家企业的技术能力 应该说这个 其实并不是 当时并不是特别强 但是它有意愿 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在于你前面有多少技术 有几个科研人员 核心在于你是不是真的 下决心愿意做一件 前人没有做过事情 所以我们组成了合作组 我们建立了这个这个团队的 我们建立了全新的这个合作模式 我们制定了章程 预先也讨论了 所谓未来的收益分配的方式 通过这个 我们这个避免了所谓的 这个后来可能的一些 这个一些一些争议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整个的项目管理当中 我们有每周的会议 有每个月的会议 那么经过各种各样的失败以后 最终我们获得了这个成功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这张照片 都是我们做废调的 这个光电美震馆 都是尸体的 这个经过四年的努力的 实际上从我们一开始 这个准备开始 应该说我们经过了 将近八年的努力的 我们得到了全新的 这个非常好的 这个达到要求的 这个样馆 那么在这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这个达到要求的样馆 对这个企业来说 也只是样馆而已 它有没有能力 做批量生产 能不能把我们需要的 两万个 二十寸的光电美震馆 都做出来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 非常艰难的决定 我们从这个 南京的北方夜市 买了一万五千个的 这个从这个 日本的冰松呢 也买了这个 五千个 这样的话应该说 我们在价格 在性能 在这个风险的各个方面 做到一个平衡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竞争呢 我们得到了最好的 这个光电美震馆 我们也得到了 非常好的价格 如果没有竞争的话 大概不会 有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 我们一万五千光电美震馆 差不多是 将近三个亿的人民币的 一个产值的 最终呢 应该说 我们效果非常好 我们得到了 大约一万个 到目前为止 我们获得了一万个 这个满足要求的 光电美震馆 那么北方夜市 同中呢 也可以看到 它的不断的发展 它现在在给 其他的实验 提供光电美震馆 同时也在给 空间和核的应用方面 提供微通道板 和光电美震馆 最近它建设了一个 很大的 这个研究中心的 来研究新的 光电美震馆 对于这个医疗 仪器设备 和工业应用方面的 这种特殊类型的 光电美震馆 那么非常清楚的 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 原来是纯粹的生产 微通道板的一个企业 发展成为一个 具有很好的 这个研究能力的 一个高科技的公司 所以他们 跟我们的科学家合作 学会了如何做 前人从来 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是一个 科学家和工程师 应该说 在训练方面 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呢 应该说 是个最理想的 发展科技的 一个模式 那么 在我们江门中微子 实验以后 我们其实面临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的高能物理 是不是能够 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呢 那么这里面的前提就是 你是不是 在研究 在探讨 在期望解决 我们粒子物理当中 最核心 最根本的问题 那么我们粒子物理 现在 核心问题在哪里的 我们其实面临了 一个转折点 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这个粒子物理 标准模型的建立 所有的粒子 都被发现以后 我们下一步 该往哪儿走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 所谓的迹象 我们需要一个 超出标准模型的 一个新的物理 那么到底 哪一个是对的 我们的理论应该 这个向哪个方面发展 我们的实验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是我们面临的 一个重大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了 我们的这个思想 就是 这个提出 未来发展 最理想的选择 是建设一个 环形的 正负电子对撞机 它应该能够产生 一百万个 Higgs粒子 这个事情 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们认为 它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科学 成为世界 基础物理研究的 一个领袖的 一个最好的 一个机会 首先呢 Higgs粒子 它是 对于 粒子物理 目前来说 是个最重要的 一个窗口的 第二呢 就是 Higgs粒子的质量 它刚好使得我们 可以建设 环形对撞机 而不是用 直线对撞机 来做它 相比来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方案选择 第三呢 就是 国际上 我们的 很多的 这个竞争对手 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他们手上都有 别的事情 第四个 最后一个呢 也是很重要 这个 环形的 正负电子对撞机 刚好是我们会做的 我们有30年的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的经验 同时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样一个装置呢 也会在技术上 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的 首先第一个呢 它会推动 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些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里包括精密机械 包括高真空 快电子学 这个自动控制 计算机等等等等 第二个大的方面呢 它会使我们 现有的 或者国内现在空白的一些 这个关键技术 高技术 能够 达到国际的水平 比如说 这个 超导高屏枪 比如说 大功率的 这个 这个 微波器件 特别是微波功率员 我们叫速逃窑管 还有 大型的制冷设备 这个 超导磁铁 这个 专用集成电路等等 所有的这些 我们国内 要么是空白 要么是 在国际上 应该说 基本没有影响力的 那么我们希望 我们自己的 大型科学装置 成为我们 国产设备的 第一个用户 来给它一个机会 让它成长 让它成为 国际领先的 一个企业 那么第三个 大的方面呢 就是我们 是有可能发展出 一些革命性的 全新的技术 比如说 高温超导 那么高温超导 到目前为止 没有实现 大规模应用 主要还是因为 它的性价比不够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 全新的引领 有一个用户 把这个技术 发展起来 使得它最后 能够工业化 能够产业化 能够走入 这个千家万户的 第二个 这个小的 这个发展技术 就是我们可以用 所谓的 等离子体加速 我们现在加速器 一般都是用磁铁 用的微波 如果用等离子体的话 它会使得 我们的未来的加速器 这个完全 这个 这个可以 可以更小 可以更便宜的 那么这方面 应该说 等离子体加速 国际上现在 还没有真正的引用 那么我们希望成为第一个 把等离子体加速 给用上 事实上 我们在CPE设计当中 已经是世界上第一个 把等离子体加速器 用上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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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加速器 所以 跟刚才说的 光电变化 类似的 在我们CPE设计的发展当中 一定会有 很多很多 成功的 这种案例 事实上 我们跟工业界的合作 也已经开始 我们CPE设计 有将近70家企业 在跟我们合作 开发 各种各样的技术 发展各种各样的 新的手段和能力 所以最后呢 我们从中学到了些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做 这个 世界上最好的科学的 同时呢 世界上最好的科学 可以产生 最好的技术的 大型的 这个 这个 科学设施的 是 实际上是我们 这个技术发展的 一个最好的出发 和推动的 那么我们的科学家 如果能够跟工程师 工作在一起 我们可以 使得我们的技术能力 大大的 加强和发展 第三个呢 我们 国内的 需求 实际上是我们 高科技企业发展的 所需要的 一个 最重要的 一个 初始 推动力 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很多高科技企业 没有机会的 所以最后呢 我们也希望 能够得到大家支持 有更多的 这个 国内的需求 产生更多的 国内的需求 做更多的 国内的 这个 在国内做更多的 最好的科学 那么推动我们 技术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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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